这是我见过最狠心的母亲 她把针管插入女儿的太阳穴 插那间 芯片就进入了女孩的大脑 完成了人机互联 从现在开始 母亲只要打开平板 就能监测孩子的一切 从定位到生命体征 再到女儿所看见的视角 除了这些 芯片还配置了家长控制功能 就例如女孩看到了认误 家长觉得对她成长不利的东西 方舟天使都可以 一键开启过滤功能 让眼前的景象变成一团马赛克 就连声音也会被弱化处理 母亲认为方舟天使 会让女儿的成长过程 变得安全完美 这不还可以利用系统 和女儿玩捉迷藏 这种尽在自己掌控下的体验 让母亲安全感十足 从这以后 每天回家的路上 女孩就再也没有见过 那只总是朝她喊叫的飞狗 现在她看到的 只有一团不断蠕动的马赛克 连狗叫声都听不到 母亲每天都会根据系统的提示 给女孩补充所需的物质 这天 女孩和外公正在画画 突然间 外公因为心脏病发作 疼痛地晕倒在地 但因为系统设置 这种画面会影响女孩情绪 所以女孩看到的 也只是一堆蠕动的马赛克 不过好在平板及时报警 上班的母亲才看到了 外公晕倒的场景 这件事后 母亲依旧没有引起重视 反而愈发依赖方舟天使 时光飞逝 女儿也已经长大了 外公也已经离开了人世 可在系统的控制下 女孩甚至看不到母亲的眼泪 而就从这时起 母亲全天候开着平板 每分每秒都在监视女儿的生活 就连女儿画画的颜色也要干预 以至于女孩已经到了十岁 都还是没有看过完整的小狗无养 上学时 同学们谈论一些暴力的视频 她也无法融入其中 女孩对此非常好奇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暴力血腥 连打架是什么都不知道 她想从同学的口中得知 可就连同学讲述的过程 也会被系统屏蔽 不知道的东西永远会好奇 她靠着自己的想象画出鲜血 但依旧被系统屏蔽 这一刻女孩情绪开始失控 她削尖铅笔 接着扎破手指 女孩的极端行为 让平板响起警报 母亲这才发现了情况不妙 随后母亲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可现在的她 连打架的图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母亲在外面用平板看着她 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心理医生表示 这或许是方舟天使的后遗症 她给出建议 既然现在没办法取出芯片 那可以选择关闭平板 这样或许对女孩来说 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而母亲也担心没有自己的监视 女儿会有安全问题 但此刻她们必须摆脱系统 母亲给了女儿一个爱的报报 然后目送女儿走出家门 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出门 也是第一次直面狗狗的狂吠 还差点被车子撞倒 在家的母亲也焦躁不安 频频看向柜子里的平板设备 最终她忍不住拿了出来 看到女儿的定位已经到学校后 她才放下了心来 今天上学的女儿也感受到了 和以往不一样的学校 她看到了同学受伤流血的嘴角 她想知道的更多 随后 同学就开始科普各种资讯 怎么暴力怎么来 甚至还给她看了怎么打扑克 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女孩看着屏幕一秒都不想错误 这天的独立成功 母亲终于放心将平板 压进了箱底 日子一天天过去 女孩慢慢长大 已经变成了窈窕淑女 少了方舟天使的监视 母女的关系更像是朋友了 正值花样年华 当然会交个好朋友 她与闺蜜商量好 要撒一个善意的谎言 以便晚上去和男孩参加聚会 回到家中她和母亲说要去看电影 恰好母亲也要出门 就没有询问太多 聚会上 女孩第一次尝试抽烟 也和男孩的感情更好了一些 与此同时 母亲在回家的路上 给女儿打电话 可十几个夺命连环扣后 女儿还是没有接通 于是母亲又给其他家长打电话 却被告知根本没人去看电影 母亲疾疯了 她冲到了储物间 又翻出了压箱底的平板 给平板充电后 立马就查看了女儿的定位 发现女儿在一个湖边 她以为女儿遭遇了不测 于是又打开了监控视角 竟发现女儿和一个男孩在一起 母亲的表情变了 仿佛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她难过地关闭了设备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母亲就这样看着设备 硬生生地盯了大半夜 直到男孩送女儿回家 看着说谎的女儿 母亲并没有揭穿她 因为这些事情 对于青春期的女孩都很正常 毕竟她也是这么过来的 可第二天 女儿竟要以同样的礼物 再一次晚上出门约会 虽然还是老套的谎言 可母亲还是没有拆穿她 女孩找到男友 发现她身上有奇怪的东西 男友极力阻止 可奈何好奇心害死猫 看到这一幕的母亲直接发了狂 男孩竟然带着女儿吃面子 母亲开始在过去女儿的视角中 查找这个男孩的信息 接着通过全网搜索 找到了男孩的工作地点 男孩开始还一直否认 但当母亲拿出女儿的视角录像时 男生震惊了 母亲让男孩和女儿分手 要她电话不接 信息不能回 警告过男孩后 母亲转身离去 回到家之后 假装一切还和以前一样 果不其然 这天以后 女儿想和男友打电话 永远都是站线在忙 连信息也没有回复过 女孩找到男友质问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吗 而在家的母亲 就在平板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包括女儿分手后的痛苦 母亲也看在眼里 突然平板设备弹出一条提示 上面赫然写着女儿已经怀有身孕 这让母亲很是头大 母亲只好去到药店准备好了药物 等到第二天一早 母亲碾碎药片 放进了女儿的每日奶昔中 喝下奶昔的女儿 在上课时就感到了一阵血晕 她来到厕所呕吐后 去到校医室检查 医生告诉她 这是紧急药物的作用 女孩刚开始还在疑惑 自己并未服用过 可突然她想到了母亲 她感觉背后一凉 回到家中后 翻遍了所有的柜子 最后在垃圾桶里找到了药物的包装 发现真相后 她崩溃至极 她明白母亲会这样做 是因为她又在使用方舟天使系统 顿时心中生起了愤怒 她来到母亲房中一顿翻找 终于在枕头下面找到了平板设备 打开视角录像 她发现自己和男友 所有的相处细节 母亲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母亲面前 自己的隐私都没有遮掩 所有的一切都被赤裸裸地撕开 她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想要离开这个家 离母亲越远越好 就在收拾东西时 母亲正好回到了楼下 当发现厨房的乱七八糟后 她喊着女儿的名字 试图先安抚女儿的情绪 可却没得到一句回应 她来到房间 准备打开设备查看女儿的位置 屏幕里显示 女儿就在自己身后看着她 母亲想要解释 可此时的女儿 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她一把抢过母亲手里的设备 然后疯狂乱点 一不小心又点开了屏蔽功能 母亲一直在解释 上头的女儿开始疯狂殴打母亲 房间里全是母亲的哭喊声 可她却仿佛听不见 因为现在她看到的画面 又是一团蠕动的马赛克 女儿的一下下暴击 让母亲晕了过去 最后一下猛砸 正好关闭了屏蔽功能 看着母亲满脸鲜血 女儿拿起背包仓皇地逃离了家中 而醒来后的母亲拿着设备 一遍遍呼唤女儿的名字 却再也得不到女儿的回应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或许很多时候 父母都在以爱之名控制孩子 但也许最好的爱就是把手放开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方舟天使》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